好,這個學期第一課 我第一條影片 我這課是MET4368 這個學期我們會教Maya 學校仍然使用2018版本 所以你家裡安裝都請你安裝這個版本 Model我都給了 安裝安裝檔案的連結 我猜大部份同學都安裝了 我才來上一堂 如果你成功安裝了軟件 你開啟它的時候 一開始你會看到有個 Welcoming Screen 一如以往我們不需要它 你交叉了它就可以了 想講解一下軟件的介面 以及一些基本使用 Credit Object的方法 首先就是我們平日最常用的 Polygon的Model Credit Object可以在這裏 Credit Object可以在這裏 又或者你看到這裏上面 都有同一堆東西 Credit Polygon Primitives 這裏都有同一堆東西 我按它出來其實都是同一堆東西 其實是同一堆東西 Maya這個軟件很有趣 它有很多地方都有些 shortcut 或者很多地方都有些 use and phrase 有些位置可以讓你按進去 它想你方便一點可以選擇到你用的東西 但是有很多地方其實是 duplicate 你會看到現在這個case 即是這裡有一堆 其實這裏 這個畫面其實也是同一堆東西 但是就要慢慢習慣它 這些就是我們平日在Polygon 畫的圓形 正方形圓柱體 但是你看到形狀不一樣 數量都不同 這個就是講到軟件的介面的特性 我們再逐樣逐樣說下去 首先在我們開始正式做的之前 我們要講的是set project folder 去年看3D Math 或者其他3D subject 同學都很不習慣去set project folder 記得從這個學期我們要手腳乾淨 開了軟件 file這個位置 其實就有得讓我們選擇set project 如果你有存在用的project folder 你在這裡選擇set project 就選擇你正在用的那個照片 就可以了 你說我沒有用的 我想可以製作一個新的 如果你想製作一個新的 你就可以在這裡選擇project window 在project window 你可以看看 這一堆是會開給你的資料格 即你的project folder 應該會有這十幾個資料格 另外就是你的project的位置 你可以在這裡按一下new 比如我給一個location 比如這個位置 我用我的電腦的這個位置 開一個新的project folder 比如叫led01 那些folder的名字我都不改 我只會用它原本的 接收了它 接收完之後 你就可以去你的資料格的位置 其實它就幫你開了你的project 開了剛才的suggest 你會開的十幾個folder名 比如在使用的myer file 你的場景 比如我試一下save它 你會看到它都可以自己 re-direct了你這個位置 比如我不用save as 我用save 我用save 都不用選 正常 我之前做過的其他事情 不然它應該會自動幫你來這個位置 就是你這個project folder sense的folder 這個也不需要特別提醒同學 應該跟3Dmaster一樣的 場景的file max的file 或者myer的file 都是放在sense的這個folder 儲存了它 或者這個位置 如果我收工課的時候 我就會懂得來這個位置拿來的東西 另外就有關界面上面的操控 你會看到四個viewport 怎樣去放大其中 你想要用的viewport 例如topview 我想放大其中 剪刀是按鍵盤的space bar 例如perspective 我用按鈴鐺 啟動了這個視窗之後 按space bar 就放大它 按多一下space bar 就還原 或者你可以在螢光幕的左邊 這裡 其實你也可以選擇其中一個viewport 按這個mesemize 這個變回二乘二四 當然要做其他的 其他用來做其他東西 我們就不要弄它 我們常用的就是這個 或者這個 如果你喜歡按short cut的 就可以按space bar 留意按space bar 就小心點 按就撇脫一點 因為如果你固定space bar 按實 你會看到它是另一堆sense 你也可以選擇其他東西 這堆有什麼 這堆就是上面這堆 你記不記得 create 可你改 又是它的 這堆你看到全部的東西 其實大部份都是在上面工具欄看到的東西 它也是多一個選擇給你 讓你方便點可以選到你要選的東西 這是軟件的特質 另外就是平日我們常用的移動旋轉放大工具 你看到這個移動旋轉放大工具 那用法和3Dmask都一樣 Short cut都一樣 就是WER 你可以按下鍵鍵WER 就是它們三個 選擇工具 普通佔著者去選取你的3D object 也都可以用框的方法來選擇 都是類似不順滑的東西 另外呢 介面上面也想說說 上面工具欄的這些東西 留意一下 如果有時候你去跟我做練習 你會發現我在上面選擇的那個選擇 你沒有的 那就不要緊張 因為呢 實在工具欄有太多東西 那 menu有太多東西 那它就在這裡安裝了一個 它就把那些工具做了一些分類 那基本上 它顯示的那一堆是一堆模特兒的工具 就是主要是起模特兒用的 就是起3D模特兒用的 那有Rigging Rigging 你會發現它變了一些其他的東西 就是用來上骨做Animation的時候用的 那有Animation 做動畫用的 那有FX 做一些Dynamic的特效 風 火 水 布 頭髮 那些東西用的 Rigging 就是到最後組圈演的時候用 那你會看到 選擇不同的Pulldown menu 在這裡會出現不同的選項 那另外一個我們會常用的位置 就是螢幕右手邊的這一堆 那這個1 2 3 4 5 有不太多的 那它Default就穿著了這個 這個叫Character Control的東西 那這個其實我們就 這個人仔 我們就在我們這個學期 就比較少用的 那它會做人骨架的一些東西 譬如骨架的設定 或者跟Animation有關的東西 那但是我們這個石頭 就沒有做這個東西 那如果Animation Stream的同學 接續下去 我這方下的石頭 就會開始用這堆東西 那另外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看一下它是什麼 那譬如第一個 這個我們叫Modeling toolkit 看這個公仔的樣子 你猜到了 點線面 就是我們在Poly裡面的Vortex Edge 和Polygon 那滑下去呢 也都有一些我們 平日在3D軟件上見的工具 那譬如Extruder Vivo 有不記得這些工具的名字 Bridge 這些其實我們在3D Math上面都有的 那當然有些工具它也改了名字 Connect 我們也有的 那有些改了名字 那其實是同一個功能 不過它不同軟件裡面 它的名字不同了 那都是類似的東西 加線 加線 減線 Extrude 它出來 給它一個高度 它是用來新增一些Polygon 新增一些Edge的一些工具 就在這裡 那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在Poly裡面會用 有很多東西 那另外有 暫時我們現在看不到的 因為我還未刪除任何物件 那又有一個叫Tool Settings Tool Settings Depends on你現在用的那些是什麼工具 那譬如我現在是一個選取工具 Selection 工具 那個白色漸咀 Select To 那它就有跟Select To有關的選項 我們選擇 那譬如我選擇移動工具 那你會看到這裡變成Move Setting 就是和移動工具有關的選項 我們選擇 Rotate 這個設定是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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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到的時候 我們再開它 那另外最後一個 這個我們叫Channel Box 那如果你有物件在畫面 我們就會看到Channel Box裡面 會有物件的一些 parameter的數值 那這裡垂直 這裡呢 你會看到又有一些 又有一些 tap在這裏 你按它 又是它 那你選擇這個Modern Toolkit 即是它 Extribute Editor 即是它 這個Human IK 即是這個 簡單來說 但同樣的這些牌制 其實垂直 它有給一模一樣樣的 抽制 也有在 那 看你自己喜歡 那 有一些跟我最初用 覺得混亂的 HMI 都很多 街面好像很多東西很難 但其實 很多個位置 其實它都會進去 referfer 到同一個地方 那當然有些人 可能是全面鏡頭做 他未必看到上面的 就用這塊畫 那 在不同情況 你自己覺得 就手 就 在那邊選擇出來 沒有所謂的 那你最緊要開到 你自己想用的東西 那 那這堆 就是 街面基本介紹的東西 那 剛才說這裡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 1 2 3 4 第四個 這個Outliner 那Outliner 其實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3D Math裡面的Scene Explorer 它幫我們 管理我們 在這個3D場景裡面 全部的 物件 那 即使我現在這樣 我什麼都未刪出來之前 那你發覺 也有些基本的東西在那裡 那 譬如有些什麼叫 Light Set Object Set 幫我們刪燈 我們四支鏡頭 這四個畫面 那 Default它吃死了在那裡 那如果你刪一些 新的物件 這裡就會有些新的物件 會有些會出現 那 另外 在這裡 即介紹 User Interference 這個影片 差不多接的尾聲 就想說 Mouse 對形光幕的操控 那 不同軟件的 shortcut 是不一樣的 那 有些精神分裂的 因為你 同時間用的Unity 用3D Mask 又有Mark Boss 又有Maya 那它的 shortcut 有些不一樣 不過 都是慢慢習慣它 那 那 譬如 Perspective 這個視窗 那 如果你是 Odd 和Mouse 左 那 其實就是旋轉你的畫面 其他畫面 轉不動的 那 這個跟3D Mask 有不一樣 3D Mask 沒有鎖死你 那你會轉動了 那其他那些 它都幫你鎖住了 那 所以你上個學期 在3D Mask的時候 我都建議你 就不要轉這些畫面 就是要轉 轉 轉 Perspective 另外 Panning Panning就是Odd 按Mouse 中間 按 它 你可以Panning畫面 那最後 Zoom in Zoom out 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方法就是 Mouse 中間鍵 或者Odd Mouse 右鍵 你可以Zoom前 Zoom out Odd 是A LT 拖開 旁邊的一個 留意如果你在家裡用的 Mac機 裝 Maya 那些Shotcap 應該不一樣 我家裡應該是Option 來 我不會逐堂說的 幫你翻譯 我會 我預計大家都要用PC 那 UI 你去到這裡 還要多說少少 這堆 簡單 看圖式字 大家用過其他軟件都可以認得 開新的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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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儲存 解決你的步驟 還原你解決的步驟 這堆是跟選擇有關的 講到的時候再講 磁石仔工具Snapping 幫你貼著線 貼著Vertex 貼著Meet Point 貼著Segment 跟3D Max的磁石仔功能都是一樣的 不過它的樣子不同了 選法不同 圖案不同了 另外是Symmetry 做對稱 做到的時候再講 後面這堆你會見到是跟Film有關的 樣子和Render有關的東西 用到再試 UR這條影片的介紹來到這裡 下面做了一堆 做Animation才用 暫時在我們這個學期都不會怎麼用 那你會用到可能是最後最後一堆的糖